主料,番茄一汁,辅量,鸡蛋一汁,面粉,首先番茄化十字刀,放入开水中烫一下,方便包皮,取皮后,用小烧倒烂变成小块即可,加入一汁鸡蛋,再加适量面粉调成糊状,不需要加水了,番茄就会出水,平底锅,加入少量油,加两勺面糊,火不要太大,一面糊底,一面成熟后翻面, 继续煎另一面,完工了,三椒饼,非常简单,宝宝全都吃完了,烹饪技巧,无需加盐,就让宝宝吃番茄的原味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